高零81歲的美國總統拜登 在17號確診了新冠肺炎 他原先預定要在拉斯維加斯的一場會議上發表談話 但是因為確診了所以臨時取消 那拜登這一次確診政縫外界認為他的身心健康狀況 已經難以繼續競選連任總統的關口 那他也在日前的專訪當中指出 如果他出現醫療狀況 如果有某個人 如果有醫生過來說 你有這個問題有那個問題 那他就可能要重新考慮是否繼續參選 請到右延旁邊